曾经和佛有讨论,如果佛陀降临这个时代最低会用什么城接引众生。 城是运载的意思,人天等各以所修的法为城,运载到所要到的目的地去。 佛陀时代佛陀主要用三成佛法,即生文、圆觉和菩萨三成来接引有缘众生。 但法华经中又说,方便有多门,归缘无二路。 三成其实是方便说法,佛法最后都要归到一佛城,就像以洋车、路车、牛车为引导。 脱离火宅危险之后,佛陀都等次大白牛车。 当然,这是佛法昌盛时代的选择和安排。 那么,对于当今诱惑多多,修行不易的时代,如果佛陀降临会怎样接引众生呢? 估计需要佛陀把接引的手伸得更长。 如果对众生要求太高了,很多人达不到就失去了救度的意义,因此需要佛陀降低标准。 只要人生能增上不走向堕落就好,就是说最起码要确保人道,不落三恶道。 而确保人道就需要持守五戒。 当今时代拍摄的大型佛陀电视剧为了更多利益这个时代的众生, 所以剧情里设置了一段佛陀开示五戒以及四圣地的内容, 简单而深刻,令闻着欢喜,顿有所无。 佛家子弟耶舍出家以后,他的父母也心动了, 询问如何皈依佛陀。 我们一起来聆听佛陀的教诲吧。 智者,我们该如何皈依您呢? 只要手持尽心,手持五戒。 第一,不杀生。 众生皆与你一般畏惧死亡。 一旦停止杀生, 你的心中就自然地生起慈悲。 第二, 不偷盗, 还要尽自己所能, 帮助弱者。 第三, 不邪淫。 忠诚相待自己的妻子。 第四, 不妄语。 花言巧语, 说不恰当的语言。 第五, 不沉溺于饮酒。 我们的法门简单, 却坚韧。 你说的话, 我们这些普通百姓都能听懂。 那我和我的丈夫能做您的比丘吗? 我从不强制任何人远离世俗生活。 耶舍自愿随我出家。 而您依然维持往常的生活, 也可以做我的弟子。 四圣地, 第一, 无可避免, 苦如饮随心。 第二, 苦之几句, 执着他物, 而无焰走, 其中归一三, 又以何为品? 第三, 解脱之道在于意识思病, 专注自身, 不宜悟喜, 不宜紧悲, 方知和谐圆满。 第四, 有一道路, 可以引领我们远离诸苦, 达至真理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